1999年,李连杰高调与励志大婚,即使想保持严肃,他嘴角的笑容也没有放下。 从美国到北京,两场婚礼,他的十年爱情长跑有了结果,他向所有人宣告了他的幸福,即使遭人唾弃,励志跟在他身边,跟来往的宾客敬酒,眼中却没有光,仿佛这不是他的婚礼。 他急抿着嘴唇,他不爱这个男人,看着过往的宾客,很多来自香港,他是否想起了曾经香港的岁月,或者是后悔去做了那件事情,逼退了他的所有后路。 1989年,励志向李连杰许下的十年承诺,如果那时候你仍然爱我,我就嫁给你,不如说是在给自己时间,他想逃啊,但是他已经没有逃跑的资本了。 1989年,励志怀揣着他的香港梦,踏足娱乐圈,他有野心,从售货员做起,到后来给新一城递简历,一身孤勇被浪拍在沙滩上,结果面试都没过,倒是意外地结识了刘嘉玲。 两个人站在一堆精致化妆的美女中格格不入,香港媒体称他们两个为大陆土妹,励志也是狠心,拿着才刚到手没多少的工资,重金聘请了个外部老师,硬生生把英语啃下来,黑红也是红,这一小点黑点造成的流量,让经纪公司注意到了他。 随手把他挖到了旗下,又跟旗下几位小模特打包到美国度了三个月经,励志化身流美名媛,重新回到香港,强势崛起。 后来在亚洲小姐比赛,凭借着几句不俗的英文,还有纳傲人的身材,香港媒体早就忘了之前那位大陆土妹,甚至连最苛刻的亚洲小姐评委都声称励志不夺冠,这比赛就没法看了。 意识激发千层浪,此话一讲,激动的香港观众蹲在电视机前纷纷想一读美人,那一年的亚洲小姐比赛,收视率上涨了16%,各大剧组看他正当红,如同现在的流量一般,纷纷邀请他在自己的电影中客串。 励志沉迷在刚刚红起来没多久,他开始不开心了,参演的电影不少,但所有角色无外乎都是大胸无脑美女,倒给女主角做丑配,签约的公司只想赚快钱,接的都是高片酬的大片配角,在里面他压根就没有存在感,兜兜转转怎么也出不去这个圈子。 香港观众已经有怨气了,这个家伙不会是关系户吧,天天在大片里客串。 1989年,黄詹和倪匡等人采访励志,黄詹问励志,你能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腰有多细吗? 当时励志穿着宽大的西装,推脱的说,我那么多电影,比赛视频你都不看的吗?偏要现在看。 倪匡插话道,那什么情况下才给看呢? 励志想都没想说,结婚咯,惹得黄詹哈哈大笑说,啊,结婚才看到腰,你就准备做老处女吧,太古板了,我没结婚都看到了全身好吧。 这句话无疑体现出了当时励志尴尬的处境,它成了人人可调戏的花瓶,比如在电影里就被成龙吃尽了豆腐,再和周润发出演电影《老虎出羹》, 片中周润发对励志全打脚踢,薅起她的头发给她灌洗澡水,弄得励志狼狈不堪。 导演为了追求效果真实,让周润发真打,励志在片中受尽了苦头。 在次庆功宴上,周润发拿起蛋糕,直接扔到励志脸上,孙志伟也有样学样,这让励志很难堪。 面对大咖,她不敢发火,只能假装很得体地走开,然后跑到无人的角落里哭泣。 经纪人看她兜兜转转,给她指出了一条名路,找一个靠山,在娱乐圈功成名就的女明星,背后都得有人。 别管民面上,观众看得是干干净净,背后乱的呢,特别是她这种大陆来的,告诉她, 学学刘嘉玲勾搭着香港船网的儿子许晶亨,现在一路水涨船高,都是小花了。 还有同样来自上海的张敏,香港观众看她干干净净,背后就是自己的老板, 香港的资源还不是随意拿,励志心动了,再不有点好资源,过个一年,谁还来找她演电影。 经纪人看她想通了,给她找明面关系,其实也很简单,经纪人手上并不只有她一位, 就是带着他们一起戳墨在香港富豪的宴会上,励志很美,在晚会上舞蹈必不可少,人群之中她非常亮眼, 香港富豪们都想亲一亲美人的红唇,这里面只有赌王做到了,这一支舞就吸引了赌王的注意, 一直有舞帝支撑的赌王准备好了鲜花,马上邀请美人跳舞。 最后,俩人又一起花钱月下浪漫约会,励志羞涩的低头,他们俩在舞台中共舞,这么大动静,怎么可能不吸引香港媒体关注? 前面的四太太梁安琪就是靠着跳舞,诱惑了赌王,从女儿的老师到床上成功上位的。 有人去问赌王,对于励志是什么想法?赌王只是给了一个米之微笑,意味深长啊。 曾经的四太太梁安琪,赌王也是同样做法,这不得不让人瞎想,莫非五太太就要出现了? 赌王拥有成熟男人的魅力,又在商界拥有如此地位,励志本就是木强,才在一众富豪里面挑中了赌王。 梁安一拍即合,对于新宠的小美人,赌王也很大方,励志身价水涨船高,合作了周润发梁朝伟,角色也终于转型。 拿下了当时水眼水火的萨爽女主剧本,尝到了甜头的励志,越发爱慕赌王。 不知道是不是在赌王的影响之下,励志一口气在还没发展的深圳和海南埋下了楼盘,成功继身小富婆。 如果事情继续下去,那么五太太的励志就有可能出现。 然而离开香港的四太太梁安琪回来了,本身就是探亲,一听闻消息,马上回港。 前脚还对他宣称只有他最后一个太太,这边马上就有一个励志,怎么能补气? 梁安琪还没有后来的两个儿子傍身,地位尚且不稳,现在想着的只有击退励志。 这件事情不能闹到赌王身上,只能从励志身边的人下手。 凭借着赌王的关系,励志也拿到了跟李连杰合作的机会,龙在天涯是香港娱乐圈打造的最经典型电影,武打小生还有一英姿萨爽的美女。 走一波现代豪情路线,收割了一波票房,俊男配靓女,李连杰当红的小生第一眼看到励志只把她当成大陆来的小妹妹,即使她又与赌王的绯闻。 同样的出身,在这个铜墙铁壁的香港娱乐圈,也能明白励志的不容易,也让他们有共同话题。 励志可不是她曾经面对过的女星,娇生娇气。 李连杰早就听闻过她的名声,娱乐圈以性感著名,绯闻遍地飘,结果这部电影中,励志意外的很豪爽,并不像个金丝雀,交谈之间李连杰发现,励志对做生意有自己的头脑。 这部戏拍到后面,李连杰越发敬佩励志,戏拍完了,李连杰发现,买脑子想的都是这个人,也时常用朋友的名义邀请他吃饭。 励志可能怎么也想不明白,只是吃了个饭,香港媒体为什么就传了绯闻,他只是把她当成过往一样的绯闻。 再说李连杰已经有妻子黄秋燕,并不往心里去,事情并没有过一段时间沉下去,有人想让她在娱乐圈不干净, 那头的李连杰居然对妻子提出了离婚,变相坐舍了这段出轨的事情,还没有来得及解释的励志匆忙收拾行李前往美国。 四太太是真的很,利用背后的势力让她逃避出香港,天有不测风云,励志买的楼房垮了,自己也不敢回到香港处理。 李连杰这时候就像一个天神一般,孤身一人出现在励志面前,面对害了她的李连杰,刚开始不想见面,她离婚了近身出户,拿着六千万的卖身器,她跑到励志面前,帮助励志赔亲了欠款。 那时黄秋燕刚生完第二胎,还在坐月子,听了李连杰的话如遭雷劈,黄秋燕从小就在武术队照顾李连杰,因为家境好,经常请李连杰到自己家吃饭。 在李连杰最落魄的时候,受伤住院都是黄秋燕一个人悉心照料,彼时才新婚三年,就被李连杰一脚蹬了。 被港媒嘲笑说,情一千斤,不如胸前四两,后来她用单身的名义跑到美国去追求励志,励志已经没有什么办法的,只能接受,毕竟这些钱她都付起。 励志依旧对李连杰在感情上很冷淡,即使李连杰为了她没命地拍戏,李连杰面对励志的冷漠却爱得越发痴狂,她渴望有一天打动励志,直到后来励志期望东山再起,再次重振旗的励志, 重新买楼房别墅,实不理我,她总觉得一直有人与她不对付。 在她跌入谷底的瞬间,李连杰又一次默默地站在她身后,面对这样的深情,励志已经没有理由不理,她现在唯一能做的,只能依靠李连杰,只能接受李连杰的感情。 励志没办法再不给回应,她跟李连杰说,我们是男女朋友,十年之后如果你还爱我的话,我就嫁给你。 后来就是十年之约,李连杰在结束的那一天对她求婚,已经是实质上的李连杰夫人的励志,在观望十年之后,已经没办法再回到娱乐圈,自己的投资也打了水漂,只能答应了痴情的李连杰。 可能渣女就是有人爱吧,李连杰爱得太卑微了,励志是退而求其次,励志最开始追求的就是金钱,寻找赌王可坐靠山,就是有牧墙的倾向。 她与李连杰的绯闻让她没有了赌王的宠爱,其次,四太太梁安琪够狠,从她的事业和李连杰下手,让她只能选择李连杰。 再者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资本,只能选择这其中最优质的男人嫁了呗,励志一直都有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心,掌握李连杰财政再去投资,结果一次次的失败,只能让他们俩捆绑得更深。 现在的励志拥有李连杰上百亿的身家和两个出众的女儿,自己则很少露面,而李连杰依旧是那个提起励志就满眼柔情的男人。